第八十集 谢娘,你这衣服真漂亮,在哪里买的呀? 她说着拉了我的手,细细地打亮着,回头对她丈夫说 远山,你快看,谢娘这衣服多美呀 我瞧着,比汉阳城里最大的铺子里的衣服都要好看呢 她丈夫看到我和西鹤吃了一惊,但是很快地镇定了下来 西鹤朝她微笑,笑容十分温和亲切 我是谢娘的夫妻,谢玉环 皇婶的女婿向西鹤抱拳说 我是碧莲的丈夫,张远山 说着又朝我憨憨地笑了笑 我看着皇婶女儿身上,那席侠粉色,团符纹绸缎冬裙笑着说 姐姐这衣裳面料真好 只是这纹样给有一些老成 如果是留云纹,会显得姐姐更年轻的 还有,我这些绣花都是我自己闲着无事绣着玩的 若是姐姐喜欢,我便给你绣一件 姐姐的身量容貌,若是有一件松花色的衣裳 绣于细帘夜间的花纹,也正好与姐姐的名字相衬 啊,谢娘说的真买 我呀,倒是确实有一件松花色的上衣 可是却不知如何去配下裙呢 啊,姐姐可以去裁一条浅桃红色的裸裙 到时候,我给姐姐绣上荷花,夏日旅穿是最合适的了 好啊,到时可就给麻烦你了 举手之劳而已 她又牵起了我的衣角,细细地打亮着一副爱不释手的模样 莫了,不无遗憾地对我说 哎,谢娘,你这绣环只是给自己绣多可惜呀 若是做出绣品到镇上去卖,一定能卖出大家钱的 黄婶听到,也走上前来说 确实是啊 谢娘上次给李老爷家绣的那条裙子,可是被李小姐当作宝贝了呢 我一个富到人家,自然不便抛头露面去卖绣品 何况安阳离子毕竟有一些距离的 这又何难呢,你绣你的,我过一段时间来取一次 放到绸缎中继卖便好了呀 而且谢娘可以根据那些太太小姐的要求绣啊 听我娘说呀,你们家光靠谢兄打猎能挣几个钱呢 我沉思了一下,点点头 这确实不是为一个好主意 抬头看了看西鹤 她的眼中有一点点的愧疚 我知道,她是不愿意让我做活的 可是她的才学武功虽高 但是在这样的山野田间,暂时不能施展 更何况,她也不能施展呢 毕竟若是引得住目,自然会暴露行踪 所以她有她的无奈 我理解,她也深知的 许是看到西鹤面色有一些闪闪 黄大哥早上前说 谢兄弟,你的剑法那么好,武功应该也不错吧 西鹤收起面上的神色,换上温和的浅笑 武功还好,黄大哥想起武吗? 若是谢兄弟愿意教我,我自然求之不得 我是想着,若是你武功好,可以去衙门武士赢取功名啊 黄大哥解释着,西鹤一争,随即无奈地笑了笑 却又不好扑黄大哥的话,值得说 我想一想,不过我那些功夫自然不能和练家自比的 你去试试看,若是中了最好,不中也没有关系嘛 不过得开穿了 西鹤笑着,却没有回答 好了好了,赶紧过来吃饭吧 黄婶端了山鸡汤出来,香气肆意 这是谢兄弟今天打到的,你们可有口福了 晚饭十分丰盛,除了饺子,鸡汤,还有六七个菜 我们带了酒去,黄大哥和张大哥,两个人都是十分的高兴 与西鹤把酒言欢 我听黄婶和他女儿还有媳妇说着家里的长短 偶尔我也插上一两句,心底是满满的温暖 谢兄弟,听说你读过书 我们衙门正好缺一位文书 不知你可愿意去 我可以帮你举荐 笔墨上,我倒是略通一些 只是若是去衙门当差 必须得搬到汉阳,我们刚刚再次安顿下来 短期内实在不适合再搬一次 而且谢娘与黄婶情分非常 若要她离开,肯定也是不愿的 不过,要是有不紧急的腾超的伙计 我倒是可以做的 还请张大哥让我留意 你若是想好了愿意就来找我 至于御超的话 我若是知道哪家需要 一定让来找你 多谢张大哥了 黄大哥似乎想到了什么 哦,其实我们周围几个村子里的私塾正确一位先生 若是谢兄弟愿意,可以去试试 而且学堂离此处不远,就在村前 只是,银子不如在关崖中多 西鹤眼睛一亮 这个,我都愿意尝试 张大哥看着西鹤笑着说 听闻进学堂做先生,也是要考一考学问的呢 黄大哥也担忧的说着 我听说,会考四书五经,还要做诗呢 哦,这间学堂在四里八乡还颇有名 对先生的要求也高 西鹤看了众人一眼 四书五经,我还急得出现 而做诗嘛,也还能凑合试一试 张大哥来了兴致说 我偶尔也会做一两手 不过,他们都说是打游诗 哈哈哈哈,我们师爷做的事,那才是好呢 不如谢兄弟你做一手 我请师爷点评点评 也许他能写封举荐信 这样你做先生也容易些 西鹤欲拒绝 但张大哥一再要求,便值得答应了 他想了想 请他点评,倒不是不可 只是,处里没有笔墨 啊,有的 之前我们描画样子 家里有一些纸和墨 黄水说着,便找了出来 西鹤实在是无法再推脱 值得硬着头皮走到了桌前 我见他为难,知道他心中担忧 上前一边为他磨磨,一边低语说 你随便坐一手便好 想来不会有事的 他点点头,灰豪在纸笔上写下 天时人世,日相催 冬至阳生,春又来 刺绣舞文,天若见 吹家六管,冻符辉 暗戎蜡,江书柳 山意冲寒,欲放梅 云物不舒,江国意 娇儿起父,掌中碑 我看着那诗,这诗做得甚好 且字也不错 自然,他已经改变常用的字体 但是毕竟十几年练下来 不会不好的 我轻轻笑了 若是他愿意,哪个做不好呢 张大哥拿起纸笔来 仔细地读了读 眼中的敬佩越来越重 谢兄弟 你这样的才华 不去考功名,实在可惜了呀 极客向他抱拳说 不瞒张大哥 我实在顾及观察 只想做个山野间的村妇 还望张大哥谅解 张大哥摇摇头 脸叹可惜 却没有再提此事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由南音播讲的 李皇 回家路上 落下雪珠子来 却不大 我捧了一碗汤圆 正是之前自己亲手包的 黄婶专门挑出来 让我带我带回家去吃 习客一路不停地望着那汤圆 我看到他眼中的期望 当下浅浅而细腻地对他说着 在婶家没有吃饱吗 她揉了揉鼻子笑着说 吃饱倒是吃饱了 可是没有钱饱呢 没钱饱是什么意思呀 我看到黄水将你包的流出来了 咱是留一点汤圆呢 我正走进房门 回头看他一眼 嗯 那你就劈柴烧水吧 他朝我回应的一笑说 遵命 说着就去了屋后了 我突然闻到一丝淡淡的幽香 不由就问道 是后院的梅花开了吗 怎么这么香啊 他闭了眼 细细地闻了 我倒没闻到什么 你先进屋去 我去劈些柴来 我走进屋子 将水烧上煮上汤圆 鸟鸟白气中 传来淡淡的幽香 我一惊回过头去 只见西河一手爆了捆柴火 另一只手拿了一只出战的梅花 真的是梅花开了 这是好兆头呢 他在水汽中朝我温柔的笑着 我突然觉得这一切仿若梦境般不真实起来 好似天一亮 这梅梅梦便会醒来 徒留伤感与回忆 维尔 就这梅花 做首诗如何 西河建议到 自己先说了起来 黄中英绿 好风吹 音符扬声 书起回 魁影便宜 长治日 梅花仙尘 小寒开 八神表日 战何岁 六管飞家 冻喜灰 已有暗旁 迎蜡柳 春辞又欲 领春来 我看着那仿如蜜蜡珠子般的花朵 宛若一位睡着了的仙子 那么静默与奄然 还有富裕的花香 气人肺腑 不由硬核道 众方摇落 独轩言 占尽风情 向小园 书影横斜 水清浅 暗香浮动 月黄昏 双琴玉下 仙偷眼 粉蝶如枝 和断魂 幸有威吟 可乡辖 不须善板 共金尊 我端了汤圆到右偏房中 这里一般用作书房 只见西色 正在木岸前画着什么 那只梅花 已经被它插进了窗边一枝 摇遍又双卷草耳瓶中 散出悠然的香气 我将汤圆 放在一旁平日的圆桌上 走过去看它 只见雪白的宣纸上 汇出根骨清奇的九根梅枝 梅枝上 皆以白鸟笔法 汇出九瓣九朵梅花来 他没有看我却说道 今日风和日历 虽然是用红色的 这才将第一朵梅花的第一瓣 染成了飞红 待冬日过了 这幅九九削寒图 也就完成了 威儿 你每日来填色如何 我走上前 想了想 又铺开一双撒金红纸 拿起他之前绘图的夕阳豪 写下一横 习和接过我手中的笔 朝我神秘的一笑 在另一纸上 写下了一撇 然后神秘的笑着 待久久过完 看看我俩心中所作 是否能对上 我在西方连缠枝 闻青花笔喜中 细细荡着毛笔 看红与黑的墨色 在喜笔中 仿若青烟般荡样开去 又如爱恋中的男女交缠 不由说道 嗯 那这对脸 可要你来写了 他仔细地吹着宣纸 闻言笑着说 对脸还是我们一人 写一半的好 待到春日 挂在厅堂中 我点点头 将汤连端到了他的面前 快趁热吃了 明日一早 不是还要教黄大哥射箭的吗 如此 日日白天我做些绣活 西鹤教黄大哥射箭 偶尔与他进山打猎 晚上的时候 我们为图上的霉伴染色 将对脸书写完全 日子过得简单平和 却令心有了依靠 不觉中 一个多月过去了 这日黄舌的女儿女婿相邪来到了黄家村 同行的 还有一位灰袍白衫 续山羊胡子的中年男子 张大哥带着这位公子 到了我们居住的地方 说是想要见见西鹤 彼时西鹤正在后屋练剑 一套回风拂柳剑正好舞到极处 身法剑法 眼如流水行云 飘逸清零 剑气去墙 带着屋后几只梅树上 鸡血飘洒 点点落在他周身 转瞬化作不剑 谢兄弟好剑法 张大哥赞叹了起来 他说 这位是他们府衙上的师爷 上次看过他做的诗 便一直想要见一面呢 那男子微微汗手 抱拳朝西鹤一笑说 在下留枕帮 西鹤还礼说 在下细雨还 这是卓晶 两位黎明姐 我端了茶进去堂屋 因为身份是已嫁的女子 在黄婶家 大家可算作一家人 与她儿子女婿相见自然是可以 但是此时来了外人 就不能抛头露面 于是始终是低着头 放下茶便出了去 有灵星的话语传来 里面有爽朗的笑声 又有西鹤的声音 刘兄所作 实在精妙 在下佩服 我轻轻一笑 西鹤是怀才爱才之人 我们的相遇相知 也多是源于惺惺相惜之情 而出了宫 作为最底层的百姓 在这山中 我俩不会日日吟诗作对 她难免寂寞 此时能有一个得她欣赏 也是不错的 我的愧疚慢了上来 西鹤其实是寂寞的吧 转身去了厨房 打算做几个简单的小菜 让他们可以把酒言欢 不一会儿 西鹤进来寻我 手中有一包腊肉 薇儿 这是刘公子带来的 家中可有酒 嗯 我正想做几个小菜给你们呢 嗯 那便留刘公子在家中吃饭吧 辛苦你了薇儿 西鹤吻了我的额头 我朝他一笑 这是应该的呀 好了 快去代课 省得人家说我们招呼不周 失了礼数呢 不一会儿 我端上了一叠腊肉 一叠花生米 一叠腌制的白菜 和一叠半萝卜丝 算做下酒菜了 毕竟冬日里没有什么蔬菜水果 不若下秋两季 再烫一壶酒端了过去 刘公子看了我一眼 顿时愣住了 我装作没有看到他惊讶的目光 忙回去厨房炒菜了 不久西鹤过来 薇儿 一起吃饭吧 不好 毕竟有外人在 我不便出去的 西鹤看着我 眼中是疼心 也罢 不过你自己吃一些 别累到 我盈盈一笑 将手中的一盘豆腐炖肉 交给了他 放心吧 快去吧 没有 二次 我会过来 不要 再烫一盘